为了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台东丰富的原住民文化 台东县政府文化处特别规划了 悲南族饮食文化小旅行的活动 邀请了社区民众深度走访 部落品尝原名的美食 另外用饮食文化 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悲南族的食物 以及它的历史脉络 这几天大小大概是这样的量 手可以这样握住的量 然后这个是比较小巧的 因为东西太大 你会吃到会觉得不舒服 部落的成员正在指导来参加游城的民众 如何制作饭团 并让他们可以动手亲自体验 全体一起来 我们为这次文化处的这个部落走路一起呼唤 嘿呀 为了要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原住民的部落文化饮食 台东县政府文化处 特地规划办理了悲南族饮食文化小旅行 透过深度走访的方式 除了让参与的民众可以认识悲南文化之外 也可以让部落的长辈以及青年们有更多的互动 好好的过生活就是最好的传承 文化传承的方式 那其实文化传承最好的方式 其实就是第一现场就是在我们的社区跟部落里面 那这一次我们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透过社区营造来好好的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把文化保存下来 那我们也鼓励社区透过这个小旅行的方式 让大家来彼此的互相认识 进而相互尊重 其实今年的社区营造我们的主题 是悲南族的饮食文化 所以我们规划了这个 这个回家吃饭吧 悲南族部落食谱 那我们除了搜罗了八道的部落的 这个传统的特色料理之外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把它做量化的方式 然后甚至包括拍成料理影片 还有把这样的食谱的料理教程 然后分享在网络的食谱平台 就可以让更多的人都可以学习得到 那最主要也是希望能够去呈现悲南族习物爱物 然后顺应季节的这个 我们的传统的饮食智慧 从采集月桃叶到动手包裹阿拜 让社区民众亲身体验制作的过程 感受食物与土地的连结 同时主办单位还设计了一连串的文化游城 要加深民众对于悲南族文化的印象 那刚刚在部落走独的时候 像我们在背那个猪牢从外面走进来 其实也会有一种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真的在参加部落的那个仪式的感觉 我觉得很不一样 不一样部落的体验 他觉得今天做花很好玩 我觉得很棒 今天有很多原住民的一些活动的体验 像是小朋友觉得做花环阿 然后还有你去山上采集月桃叶 然后还有射箭的体验 然后还有今天中午享用的圆明餐 我觉得都让人印象深刻 透过传统美食吸引更多人走入部落 竹人们也期盼传统饮食文化的游城 可以为部落带来更多的商机 让族群的生活智慧能够永续地传承下去 接下来陈杰林台东市报导 好 应该 colocar 转发 准备